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当中 经常会有五尺童子的说法 碰到这个五尺童子 我们首先要明白 用五尺去修饰限定童子 那么也就是说 身高五尺童子 五尺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 童子的普通身高 如果按照现代的杜两横制度 去理解这个五尺 那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33厘米加上五尺的话 这个个子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但是我们去查一下中国古代 是23.1厘米 因为现在小孩子都长得越来越高 正好是现在普通儿童的身高 普通儿童的身高 那么在史记里面 司马返回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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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按照战国尺的身高 所以有的学者 所以有的学者就觉得 在这个史书里面的文献里面 史记的时候 那么遇到这个司马迁对孔子身高的技术 我们首先要确认 司马迁使用的这个尺 是哪个时期的尺 然后结合其他的因素 去加以考定 这样才能够最终确认 孔子的身高大致是多少 当然有的同学说 我们阅读古书 其实没有必要细到这种程度 我们只要知道 按照当时的尺孔子是 九尺有六寸 我就翻译成 这个孔子身高九尺六 就可以了 但是 这个很可怕 因为当你这样翻译的时候 没有读过原文的人 去读你的译文 马上就会发生误解 那个孔子就成了一个怪人了 总之呢 我们看到这个尺 从这个表上 大致有一种趋势 就是随着时代的演变 尺的实际长度 在不断增加 在不断增加 大致是这么一个趋势 当然中间也有例外 比方说青尺 青尺的铜尺 就比这个木尺要短 每个时期 这个尺的长度 也不是一个恒定的标准 所以对此我们要特别注意 到了唐宋时期 在用尺去修饰铜子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数字发生变化了 就是三尺铜子 三尺之铜子 这成为唐宋时期作品当中 常见的表述 我们课本里面 收了北宋名称 胡全的物上高中风式 在这篇文章里面 胡全就说 三尺铜子 智无时也 那么这个三尺 如果我们看 北宋的木尺是 三十一点七厘米 如果乘以三的话 也是一米多一点 也是普通 这个儿童的身高 而且我们脑子里面 假如有了这张表 阅读古书的时候 比方说遇到 这个三寸之舌 三寸之舌 但是读史记的时候 是七寸舌 七寸舌 三寸舌的区别 那么大体上 也是跟不同时期的 尺的长度 尺寸的长度有关系 那么七寸舌 再看应该是 什么时期的 这个说法 应该是 上古汉语的俗语 而三寸舌 那么应该是 到了唐宋以后 同样 三寸金莲 我们知道这个金莲 是宋代出现的 新生事物 假如这个 这个三寸莲 是出现在 汉代的话 那就非以所思了 好 从这样一个实例 我想我们 这个 可以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 我们只有结合 一部作品 所处的那个 具体的时代背景 才能够真正读懂 不同时代的古书 好 这一点我们就讲到这 下面我们来讨论 怎么样 这个 做到感性知识 与理性知识相结合 在五四运动以前 也就是在传统的古文教学当中 一直是把这个感性知识的积累 摆在首要的位置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读书人 可以说是一辈子 泡在古文当中去学 他们一生从开始读书 就是读古文 那么大了以后写文章 又是写古文 韩玉在达理一书里面 曾经有过一段表述 这段文字 上次课印发给大家了 就是说 《诗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这是韩玉讲自己学习古文的体会 讲自己学习古文的这个过程 就是在有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所阅读的所有的对象 都是三代两汉之书 脑子里面所存的 都是三代两汉之书当中的这个内容 就是非圣人知之不敢存 以至于达到处若望 就是平时居处的时候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总是显得丢三落四 心不在焉 因为全部的心神都投入到古文当中去了 形若仪 只要一出门 总觉得丢掉了什么东西 眼乎其若思 忙乎其若谜 这些都是形容沉浸于其中的一种精神状态 我也特别希望在大家一年的古代汉语学习当中 最起码有若干时间 大家是做到了掩护其若思 忙乎其若谜这样的境界 也可以试着在这个国情长假当中 来做到这个处若望 形若仪 全身心的都沉浸于左传当中 在学习阶段是如此 古人的学是为己 不是为人 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层次 生命的境界 所以在实践当中 在日常生活当中 韩语还是要求自己能够行之乎 仁义之徒 游之乎 诗书之源 把这个过程终无深 这是韩语谈自己学习古文的过程和体会 从当中我们可以知道 那么所谓的感性知识 就是通过大量的文本阅读 使自己完全沉浸到某种特定语言的语境当中去 那么这样就建立起对学习对象的一种直觉 一种直感 其实不光学习古代韩语 学习任何一种语言 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 才能够真正学好 所以古人把这样一个过程 从韩语的叙述 我们可以看到 他看作是一个涵养的过程 完全看成一个涵养的过程 古人把这个过程也叫做是涵勇其中 涵勇其中 我们从这个字面上可以体会 他所表达的境界 关于古人跟古文打交道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读古书的时候都曾经接触过相关的段落 发给大家的文字里面 大家看有这个如临外事第十一回里面的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比较详细的描写了当时的古文教学 就是鲁边修 破成奇讲 提笔 中笔成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应该说是对 最起码是在 如临外史 所记述的那个时代 读书人就是这样学习的 首先是在 五六岁的时候 由家里面 由家长请先生来开盟 先读四书 再读五经 其实所谓这个读四书读五经 这个过程啊 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先生主要是教学生十字背书 至于说这个书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先生是不负责讲的 因为后面十一二岁开讲 在开讲之前 那么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 相当于大家上小学的时间 主要的功夫是背书 在背书的过程当中 要识字 这个识字教学 主要的手段 有三个方面 以四书五经 作为主要的学习对象 同时要服务以诸多的十字课本 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三百千千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和千家诗 三百千千 那么学习 这个 这四本书的内容 是靠记 但是这里面的字形 学生一定要 认真地记住 大家看一下 三字经的内容 我相信在座 大概有 相当一部分同学 能够 背得滚瓜 烂熟 这个四书通 孝经熟 如六经 十可读六经 哲 统如数 文周 作 孔子 术 我们看 这个简直就是一部 经学史 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学术史 事实上读过三字经 都知道 这个三字经涵盖了中国 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 所以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这样的同盟读物 这是天地玄黄 宇宙弘荒 这是什么 千字文 千字文是中国历史教科书 用一千个字把中国 整个历史过程 做了概述 所以这个十字不单是 这个一个字一个单字的进行教学 而是把每一个字都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当中去 而且我们看到 三字经是三言一句 这个千字文是四言一句 也就是说都是用这个很短小的句子 这样让学童在背诵的时候能够朗朗上口 我们看到这个荒 张 藏 阳 霜 刚 是押韵的 韵文是比较容易寄送的内容 所以看到这样的文字 我们马上应该能够想象到在古代社会当中 学童的那种读书生活 朗朗的读书生就是每天在寄送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说古代的这个同盟读书 现在我们来看真确确实实没有单纯的那种诗字课本 而是特别注重结合特定的语境来教学生诗字 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 学童能够把一个汉字的形 音 意 三位一体的进行整体的把握 好 这是古代识字教学的第一种手段 我说古代识字教学的第一种手段